我开过宝石叶Titan 开过吉星2 开过Master Mark E 开过特斯拉Model 3的Performance 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少会有人 在说电动车没有乐趣吧 但是呢有趣的灵魂真的好贵啊 基本上都是至少30分朝上 那有没有便宜点的选择呢 诶 明觉说太有目了 全系后驱可以飘移 50比50的轴和比 3.8秒破百 5.3米转弯半径 还有非常低的智星 这些卖点真的是听了让人跃跃欲试 最关键是它的价格不到20万 那么它到底是不是20万以来 最快最好玩的电动车呢 今天就一起来跟我试驾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金安小旋风 今天整个场地试验项目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 比较常见的像迷路啊 电波路还有金卡塔里面有绕桩 还有极弯之类的一些比较经典的项目 我看一下感觉就是 这个车真的是太好开了 它真的就是电动车里面的GTI 然后介绍一下这个车的基本信息啊 它是全部都是五连杆的独立候选 然后我们今天试驾呢 都是两驱的版本 150千瓦的最大功率 最大扭矩是250牛米 那么它未来呢 还会出一个四驱的版本 动力就会更强 可以做到330千瓦最大功率 最大扭矩呢 据说是可以达到600牛米 那真的就是相当于 Model 3 Performance那个动力水平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车的车身姿态 也给人感觉特别的有信心 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晃动啊 或者是推头什么之类的 就是今天在迷路还有绕中的时候 基本上我的时速可以开到50多 然后非常轻松的就完成这个绕桩 而且车身的姿态感觉挺紧致的 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 整个底盘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灵动 然后它的转向手感给人的感觉就是 它在小弯中掉头特别掉得过来 一把就能打过来 这也是跟它的这个5.3米的 最小转弯半径是有关的吧 它的转向手感 我觉得会比高尔夫更加的线性 然后动力输出也更加的直接 更加的充沛 我觉得这个车它在弯中的姿态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性能小钢炮呀 而且呢 它在过一些颠簸的时候 也给人感觉整个车的绿震也很舒服 整个一圈开下来 我感觉只有在特别急弯的时候 它的轮胎才会发出消叫 大部分的情况下 整个车都是很安静 很轻松的 行流水的就把这个金卡拿开完了 就是感觉你用不到它的机械 就能完成这些动作 总之呢 它就是我对它的驾驶感受真的非常满意 非常惊艳 然后我们再来静态地看一下这个车的细节 那这款车呢 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全球车型 不是特供中国市场的 现在已经有一批运往世界各地了 那我觉得比较有文化的老外 可能还可以跟它的朋友说到一下 这个名字的有什么内涵 有什么故事对吧 那之前呢 我是有拍过这个车的静态 我就说了 这是一个长得非常像油车的电动车 你从外观上来看 就感觉不到它是一个电动车 它甚至做了非常多的装饰性的外观件 做了假的进气口 车灯呢 我觉得做的也是挺有辨识度的 长得挺凶的 你仔细看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造型的灯珠 来增强这个立体感 那我觉得它的车身侧面 就是一个非常灵动的两箱车的造型 就是真的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里也用了一个降低风阻的轮毂照 车尾呢 用到了一个比较夸张的镂空的双尾 一据说这个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战斗机 那这边的小压尾上面呢 还有一些红色的装饰线条 这个是不能点亮的 只是坐在这个罩子里面作为装饰 那整体我觉得它的外观 看起来也是挺洋气的 一点都不土 而且也不会太战斗太夸张 那么由于电动车的优势呢 它的车长是4.2米 轴距达到了2.7米 所以从侧面你就会看到 它两个轮子距离 车头和车尾都很近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好开的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空间 后面箱的空间不算太大 但是也还比较规整吧 它的后排空间呢 如你所见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两厢车的造型 地板呢是有一点点凸起的 那么根据厂家来说 它的内饰以后也会有一个皮质的板门 那我们这个是织物座椅的 我觉得其实也还挺好看的 它是织物加皮拼起来的 那有一个小小点需要说一下 就是它是没有天窗 也没有装装俯手的 内饰的设计呢 也是非常的极简 但是我觉得并不丑 就是两块瓶直接往前面一放 就比较直接了当 但是呢它也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 去方便操作 那这里呢有一个跳水台的中控 然后储物格啊 扶手箱啊之类的 设计的也还行 那我觉得如果它的价格是 20万以内的话 那不是吊打ID3吗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我发现它的车门不是全包的 就是我每次下车的时候 小腿下面就会刻到这儿 那如果你下雨天去比较脏的地方开过的话 可能也会弄脏裤腿 最后呢来做一个总结 这款作为未来要出口全球的车型 它是正儿八经的基于上汽新云专属的电动车架构的 它的电池呢也使用了魔方电池的一个躺平技术 就是把原本一个人竖着排列的电池给它躺平了排列 那么它的电池包的厚度就可以变薄咯 那么不仅可以为车内腾出更多的空间之外呢 对于整个车身的质心啊 也可以降低到190毫米的一个超低质心 所以对它的操控也是会更好的 另外呢 这款车前段时间刚刚在青海湖完成了一个 604公里的超长续航的挑战 那我觉得这个车如果未来高配的版本 它的续航可以做到600公里的话 其实还是挺给力的 总之我觉得20万它能够把操控和性能做到这个程度 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最重要的是它是后驱的 它可以飘移啊 高尔夫可以吗 领克可以吗 不行啊 那么就让我们来共同期待它最终的售价吧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静安小旋风 我们下期再见